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间里 迪丽热巴醒来了 回忆起了昨晚的事 一开始是激动 再是尴尬 再是开心 最后长了一圈 没有看见高伟光 有些不开心 说好留下来陪我的 骗人 骗小孩儿 迪丽热巴撇嘴拿出了手机给高伟光打电话 高伟光温柔地接了 你人呢 说好的留下来陪我的 怎么不见了 那 你开门吧 我说 你出来开门吧 迪丽热巴光着脚跳下了床 一打开门看见高伟光果然在门外 开心地跳了起来 高伟光眼几手快赶紧抱住了他 小心一点 摔着了怎么办 他不会 我知道你一定会接住我的 你不是说留下陪我的吗 你去哪儿了 昨晚你醉得不省人事 我留下你会吃亏的 你怎么知道我会吃亏 万一我就是想跟着你吃亏呢 就算是那样 也得等你清醒之后 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让你吃亏 你真好 迪丽热巴开心地亲了一下高伟光的额头 又从他身上跳了下来 你坐一下 我去洗脸了 高伟光拿着早餐去了桌上 迪丽热巴快速地洗漱完出来了 你买了这么多好吃的 看你平时都不吃早餐 这样不好 伤胃 我习惯了 以后改掉这种不好的习惯 对自己的身体要负责任 那就你来对我负责吧 我这个人对工作之外的事都比较没有责任心 那个 昨晚我们怎么回来的 那我的车呢 车库 昨晚我去给你开回来了 谢谢 那我们是不是就算是在一起了 你觉得算就算 什么叫我觉得吗 那你没有想法的吗 我觉得还不算 傻丫头 我都还没有追你 你这么好 怎么能倒贴我 迪丽热巴开心不已 低着头大口吃早餐 高伟光的身份其实也比较特殊 他虽然是实习生 但是家里条件非常好 昨晚迪丽热巴见的五个客户 有三个都是高伟光家里的朋友 因此回去取车的时候 他一句话就替迪丽热巴拿下了合作案 趁着迪丽热巴去拿包的空隙 高伟光打电话给了花店 我弄好了 我们走吧 高伟光让迪丽热巴坐在了副驾上 副驾上有一盒巧克力 是迪丽热巴最喜欢的牌子 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味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上一次在你的办公桌上 看见了这个盒子 照着买的 你真信心 不过 这可是国外的巧克力 你怎么会有时间马上买来 你说 你是不是对我蓄谋已久了 傻丫头 一天到晚想什么呢 高伟光带着迪丽热巴去了公司 他们俩没有避嫌 一路同行 迪丽热巴想要挽着高伟光 高伟光没有伸手 示意他先进去 迪丽热巴有些失落 不过还是听他的话进去了 迪丽热巴都看了啦 工作的地方每个位置都摆满了玫瑰花 天花板上还有气球 整个工作区域都成了一个表白现场 高伟光从外面走了进来 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束玫瑰花 社长 你愿意成为我的女孩 让我终身守护你吗 高伟光担心下跪线上了玫瑰花 所有人都在一起起哄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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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丽热巴开心地点了点头 高伟光起身把玫瑰花递给了他 还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盒子 里面装着一条昂贵的钻石项链 你放心 这都是我自己买的 绝对没有做出卖公司的事 高伟光给迪丽热巴戴上了项链 所有人都一起开心地鼓掌 这些年迪丽热巴和高伟光身边都不乏追求者 可是这些年来 他们都没有接受过任何人 或许就是为了在这一刻遇到彼此 这唯一的真爱 二人在一起之后 就高调地在各种场合秀恩爱 从不避讳 即便是外界传闻他们办公室恋情 二人也是直接大方回应 真爱无关外界一切 无论你们怎么看 我们 温馨无愧 交往一个月后 恰好这一天是迪丽热巴的生日 高伟光提前给他准备了生日礼物 迪丽热巴在外面逛街 商场门口 高伟光靠在跑车上给迪丽热巴打电话 买完了吗 我到门口了 我马上过来 迪丽热巴拎着袋子往外跑 高伟光也往里走去 二人在门边相遇 高伟光张开了怀抱 迪丽热巴开心地跑过去跳进了他怀里 小心一点 摔倒了怎么办 才不会 你一定会稳稳地接住我的 还有什么想买的吗 卡够不够了 够了够了 花不完 你这是无限卡吧 你喜欢就好 他们俩进展神速 已经同聚了一星期了 虽然别人都说 以他们这样速成的爱情不会长久 可是迪丽热巴对高伟光有信心 他相信他一定会对他好一辈子的 我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 我们回家吧 高伟光一只手握着迪丽热巴的手 一只手握着方向盘 这要在红绿灯路口转弯的时候 一辆大货车违规冲了出来 将高伟光的车直接碾压了 高伟光死死呼住迪丽热巴 二人被路人紧急送往了医院 很遗憾的是 高伟光路上就不治身亡了 迪丽热巴也陷入了重度昏迷 医院里 医生将高伟光的遗体清洗了一番放在了太平间 如今两个人的身份都很特殊 都是大人物 医生也不敢自己处理 所以准备等迪丽热巴醒来了自己处理 索性迪丽热巴头伤的不重 最终还是在入院四天后醒了过来 热巴你醒了 可可 我这是在哪儿啊 嘶 我头好痛 你别动 这里是医院 你受伤了 迪丽热巴沉默着想了一会儿 想起来了车祸的事 高伟光呢 他在哪个病房 他是不是比较严重 还没有醒来吗 热巴 你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吧 高伟光的事不急 是不是他出事了 他出什么事了 没有 不是的 你快告诉我 他到底怎么了 迪丽热巴推开了可可 下床跑了出去 可可赶紧追了过去 热巴 跟我回去吧 迪丽热巴一间间病房的找 推开了一间又一间 披着头发光着脚下化了许多人 热巴 高伟光他死了 他在来医院的路上就死了 可可的话当头一棒打猛了迪丽热巴 他许久都没有说话 低着头沉默着 不会的 你们在骗我 他不可能死的 他说过今天要给我庆生 他一定会好好活着的 他说过这辈子都会和我在一起 你不要骗我了 我知道你舍不得 可是他真的已经不在了 不会的 他答应过要永远和我在一起的 他绝对不会离开我的 迪丽热巴的哭声引来了医生护士 医生不得已给他注射了镇定剂 病床上 迪丽热巴痛苦地挣扎着 梦境里 高伟光满身是血地走向了他 他刚想要拥抱他的时候 他就被带走了 对不起 我不能再陪你了 不 我不要你走 你会来 我们在一起 你回来吧 傻丫头 以后没有了我 一个人少喝点酒 你的量就只有那么多 可别再喝醉了 不要 求求你不要走 求求你了 迪丽热巴痛苦地蹲在地上哭 高伟光流泪了 可是他被迫着离迪丽热巴越来越远 再也触碰不到了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一个星期 迪丽热巴终于相信了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您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